愛車人士常常都會講說 車子是我們的小老婆 但是你會想要讓你的小老婆讓別人洗澡嗎 當然不會嘛 不過要幫自己的車洗澡 總不能是一塊抹布一個水桶就解決吧 所以我們最基本的要求一定要高壓水槍 然後再有噴泡沫的槍 如果它可以不用接線 如果還可以推得到處跑 還自帶水箱 那就太完美了 不過真的有這種東西嗎 當然有 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個 小式的無線水箱洗車機 小式的這一台高壓無線清洗機 它主打的就是自己帶水箱 也自己帶電池 這樣的條件之下 就可以讓你紙袋的這個箱子 到處的洗 到處用 到處都是你的洗車廠 但是你應該跟我都有一樣的疑惑 就是這樣的電池夠用嗎 水壓夠不夠強 這樣的水箱到底夠不夠洗 那既然東西已經寄來了 我們就一起來試一下吧 來 看看箱子裡面有什麼 高壓的水管 噴頭 噴槍 高壓噴頭像這個是6段的高壓噴頭 裝線很簡單 這樣一壓一轉就可以下來 主機 主機就這麼大 然後主機這邊也有兩顆電池 這兩顆電池可以提供最長70分鐘的續航 然後這邊有它的開關 跟它的四段微調 這邊就是它的出水口 上面這個也可以接它的水管 剛剛把它拿出來空的這個 就是它的水箱 所以你把它倒裝回去 就是它的收納盒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把它裝水 裝滿了開始來試水箱 這個水箱是30公升的水箱 然後其實我上次有試了一下 如果你站正常的 SOP 是洗一輛車子的 SOP走滿是沒有問題 接上水箱之後就可以開始洗車了 而且它的水箱上面還有一個提把 可以讓你方便的推行到任何你想要的地方 到了定點之後 輪子下面還可以做固定 它的水管跟水槍的接法 都相當的簡單輕便 主機上面也只有兩個按鈕 分別是開關鍵跟四項水壓的調節 六段噴頭 然後再來是這個 然後再來是這個 這個 然後再來是這個 這個 無段 無段切換 這是最寬的 再有多忘記幾段 把它回來了 噴掉了車上的泥沙之後 就可以換上它的泡沫槍的噴頭 幫車子鋪上一層白色的泡沫 有了高壓噴槍清洗機之後 在自己後夜洗車 就跟在洗車場一樣方便了 如果附近有水源的話 也可以直接讓它 就是直接對足跡 OK 有了 刷都刷不太掉了 刷都刷不太掉了 除了洗車之外 洗牆壁 也是一件很療癒的事情 小市的高壓鬆洗機 除了洗車以外 洗牆壁 洗地板 洗紗窗也很好用 甚至是洗室內 比如說洗廁所 廁所我們都知道會有造垢 造垢每個禮拜 每月都要刷牌子很煩 我們現在直接拿 小市 來沖廁所 你看現在這個門上面就是造垢啊 然後這個收的時候要 它裡面的水要清掉 對這樣子才可以收 然後它拔這個也蠻簡單的 再一壓 可以拿出來的 收完之後 這個水箱空了之後啊 它就是它自己的收納箱 像這樣收回去 這樣收起來 就搞定了 所以如果它能再給我一個那個高壓風向的話 那就是完美了 你知道嗎 OK來回答一下你們都會想要問的問題 第一個應該就是電力 剛剛你們看到的所有片段 不管是室內室外 呃...牆壁上啦 廁所裡面 還有洗車子的 泡沫清水 這些畫面全部都是用它兩顆電池來執行的 就是中途這兩顆電池就已經夠我玩這麼一頓 騎兩輛車 如果正常來講 騎兩輛車應該電池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電池的續航力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點可以放心 如果真的 你會常常騎到很多台車 或者說你使用時間比較長 其實你也可以再多加一組電池就解決了 再來就是水壓 剛剛的畫面裡面有看到 連那個後門啊 我後門的地板上那個青苔都可以噴起來 所以一般的車子泥沙啦 紗窗啦 照構這些我們都有示範過 這些都沒有問題 所以它的水壓是絕對的夠用 當然你要跟洗車場那種水壓比 當然還是會差一點 但是在一般的使用情況下 這樣的水壓絕對是夠用的 如果你要省著點用這個水箱 可以用在很多用途 比如說你洗個紗窗 洗個陽台 然後水壓不用那麼強的話 這個水箱其實也夠你用一陣子了 如果你需要大量的水 長時間的清洗的話 可能你就要尋求接水龍頭 或者是接在別的容器裡面 因為它也有附一條水管 是可以讓你直接的取別的容器裡面的水 當然有這個水箱就可以提供你一個 完全不用接電 也不用接水管的使用方法 那最後來分享我自己用了 這個小式高壓清洗機的心得 首先就是它的設計在很多方面 都蠻用心的解決 我們用高壓清洗機的痛點 比如說它的每個水管 包含水槍 包含說水管接主機 這些接頭 它的快拆都很方便容易的 可以拆卸 而且不需要太大的力量 即便是女孩子來操作的話 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還有像它的接水龍頭的那一個頭 也做得很好 不但可以牢牢的 確實的把那個頭 直接的鎖在水龍頭上面 而且它在上面還做了一個掛層的設計 可以更牢固二次保險的概念 把它鎖在水龍頭上面 讓你不用擔心 萬一掉的時候 那個水龍頭的水到處亂噴 這一點會讓你使用起來更安心 噴槍上面 它的噴槍上面也做了一個安全扣 只要清洗一扣 它就可以鎖定 防止你誤觸 這些都是確實有針對 使用中可能遇到的情況 來做改善 解決這些痛點的 也就是這些小地方 讓我覺得這個小式的高壓清洗機 它確實是有用心在設計這個產品 另外就是這個無限水箱的設計 讓這個高壓清洗機 它的使用範圍變得很高 可以到處移動 比如說移動到我們後門去洗鐵門牆壁 到前門去洗鐵窗跟紗窗 這些都是以往你想像不到 光是拉水管 你就要拉得整個房間裡面都是水管 其實我原本就一直很喜歡 要一台高壓的清洗機 因為我後門可以洗車 所以我一直就在物色一台 那有了這一台小式的高壓清洗機之後 用了一陣子 當你沒有用過之前 你會覺得這東西好像可有可無 但是你用過之後 你就覺得這個東西不可或缺 這個高壓清洗機 也給我這種感覺 因為它能實用的範圍真的太多了 更不用說到日後如果是騎車去環島 車子回來馬上在後門水一接 馬上就可以幫車子做最基本的清潔 這台小式的無限高壓清洗機 它目前正在摺摺幾支 不管是主機還是它的電池 相較於它的市售價就會很大的優惠 而且接收信用卡還可以接收三期的零利率 趁現在趕快去訂一台 你會發現它的實用性能可能比你想的還要高 我是布蘭我們下次見